谁啊 来了来了 我也来了 今天我想请教一下 冰箱吃包的剩菜 你一般都做出力 你这是剩菜吗 哪有啊 也有好的 你再看看 那用我家冰箱的剩菜 我也是饭 那我今天教你三种无脑是吧 三个料汁 三种盆菜 第一个 捞汁小海鲜 这个你是不是会啊 说会还怎么这么饭啊 那我记错了 那就是把你家冰箱里 冻的小海鲜 再买点新鲜的贝壳来 放葱姜 焯个水 捞出来 立马放到冰水里 肉啊就会特Q弹 这个时候调个料汁 两勺蒜末 一勺辣椒粉 一勺芝麻 热油激出香味 再放调味 生抽老抽蚝油 鱼露香醋白糖 小米辣 葱花香菜 雪碧要用零糖的 不那么甜 再多放点柠檬进去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 我这个酸爽的料汁 酸辣甜爽 特别鲜美 往冰箱的小海鲜上 怎么一浇 哇 开胃又满足 夏天饭桌上的快乐 得有一半是 老师小海鲜给的吧 学会了吧 那你比较多学啊 我得赶紧 抱给我 很合正的口味 后面还有呢 冰箱里总有 吃火锅剩下的丸子吧 用这些啊 就可以做麻辣拌 这些食材呢 按类别分别焯水 然后就全倒到一个大盆里 料汁跟刚才那个啊 差不多 但不一样之处在于 把雪碧换成麻将 搅回均匀 就是福顺小店的味儿了 这浇到刚才焯水的菜里 再给一把足量香菜 这么一半 哇 我跟你说 这比麻辣烫得好吃百倍 你夏天懒得做饭了 或者不想吃炒菜的时候 来这么一盆 有肉有菜 有味道 一家人吃 绝对下饭 而且啊 你放什么菜啊 它都特有味儿 辣的 小孩吃不了 你站起来 干什么 你喜欢做业的吗 哎呀 还有啊 你周末的时候 就可以安排个家庭小烧烤了 就你家里冰箱 现有的食材 有啥放啥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调个料汁 一勺蒜末 两勺辣椒粉 一勺芝麻 一勺烧烤料 还是热油 激出香味 调味是生抽蚝油 白糖和水 这个料汁呢 就是比较红 比较浓稠 特别的香 然后均匀地烧到这些食材上 再来一把小米辣 就可以放烤箱了 180度 20分钟 简简单单 一大盘子 就出来了 这你点外卖 怎么也得两三百吧 而且还吃不到肉了 你再配个烤面包片 别说一家人吃 周末聚餐 朋友都得夸你厨艺头 哎 你这三分料汁都学会了吧 太好吃了 哎呀我天啊 吃美了 怎么感觉 他有点打分合